目前看到現在最喜歡哪一個餐廳 最喜歡 璀璨的祝活 真的喔 為什麼 因為那邊有泡泡 而且有繩子 然後有坡 它會出現 兩個 一個上面一個下面 這樣一個泡泡 小孩子很喜歡啊 看那個是立體的VIA會動 所以小孩子很新鮮 逛滿多餐的啦 那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呢 比較印象深刻喔 像那種電文拍的那種 電文拍的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很了解 只是說學校老師 那個小朋友 國小老師有分享這一個資訊 所以我們就過來這樣 ok 所以就帶小朋友過來 對對對 一方面也是自己了解 因為並不是 我們對物理方面也不太熟啦 其實剛好像這個UO卡 這個還蠻特別的 因為現在很多大樓 就有門禁卡什麼 剛剛還搞清楚原理 有沒有比較特別的 比較喜歡的 以前玩到現在 呃 呃 腳動力吧 腳動量 就是輪胎的那個 輪胎的 這樣子聽那種他們說的原理嗎 還行 哪有什麼最好玩的 最有影響的 呃 一樣好了 也太多了 還有電的那個啊 電的那個 電的 就是那個有一顆球 然後你手碰到 它會那個 爸爸看不下去 那哥哥聽得懂嗎 呃 有一些聽不懂 有一些聽不懂 但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 好玩 之後會想要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嗎 會 會 ok 現在上課有沒有上到類似的東西 嗯 今天 今天都沒有 今天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但是很好玩就對了 對 就是你剛剛有一個擺的原理 有一個姐姐 她講解的 很認真 然後那個道具做得很好 對 就是很淺顯的原理 就讓國中生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剛剛前面有一個攤位 你跟小朋友 高中小朋友講的 也是非常的精闢 就是大家講耳溫腔的部分 口條非常清晰 我原本想說 因為小朋友才國小而已 怕說聽不懂 可是 光腳動量這個地方 我覺得 講的還蠻淺顯易懂的 還不錯 ok 所以小朋友玩的開心嗎 有我覺得 國小高年級的有聽懂 那四年級的妹妹 我就不曉得 畢竟這個東西對她來說 可能還是有點難 對阿 所以今天是特別帶她們來 對阿 對 因為知道有這個活動 她才玩的蠻開心的啦 對阿 而且講的真的很淺顯易懂 還蠻棒的 ok 謝謝 我覺得蠻落實物理的一些基本原理 然後可以讓 像說我這樣子年紀的 都還蠻覺得有一點吃驚跟驚訝 原來物理可以這麼 落實在一般的生活裡面 所以說感覺這趟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人潮 但是收穫還蠻多的 ok 對對對 是這樣子 有沒有哪一個印象特別深刻 我覺得這個立體視覺 立體視覺 對對對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 看用在 好像說所謂的3D 摄影 或者是3D圖畫 對對對 感覺 有一種驚訝 對對對 是是是 就是沒想過他是這樣 是是是是 對 對 生活以外 多了一個 所謂的長知識了 哈哈 印象比較深刻的 嗯 其實蠻多個 那 腳動量的那一個還不錯 看到兩個小朋友有上去玩這樣 有在轉 他們可能有一些可能聽不太懂 不過我們覺得沒關係 就是先讓他們先玩一玩 那以後他們應該還會再碰到 有這個概念 聽得蠻懂 ok ok 只有一點點要解說 要解說比較詳細 了解 會覺得很好玩嗎 還蠻好玩 小孩子都還蠻能夠接受的 所以剛開始是不敢玩 因為他動有一點快 孩子有時候會擔心 可是後來上去之後 就欲罷不能 對 所以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棒的地方 就是讓我們比較接近生活 然後因為以前可能就是有看過 可是就是不知道它是什麼原理 雖然說我不是本科系 可是就覺得大概有一點概念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能再鼓勵孩子多自己去探索 這樣子 好來 孩子們 快點 你最喜歡什麼 奇妙的力學 因為有撞球可以玩 你有投進去嗎 有 有 有 你有 你今天最喜歡玩哪 你今天就是什麼 遊戲機的原理 遊戲機的原理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有看到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把槍 然後就是有一個攝影 有一個像手機的東西可以拍去 會出現恐龍要把它啪 對阿 我覺得那個很好玩 很好玩 以前沒有玩過 對阿 還有那個攪動力 攪動力 攪動力 謝謝喔 謝謝 玩得開心一點 掰掰 掰掰